大家好 今天開始 30-59歲的外傭已經接受網上預約登記接種疫苗 網上有兩個很多僱主關心的問題 第一 如果工人接種疫苗後產生病發症甚至死亡 責任誰到呢?答案是僱主 所以僱主需要衡量一下 接種疫苗有機會有病發症 但不接種疫苗也會有感染和傳播的風險 所以僱主需要衡量一下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工人拒絕接種疫苗怎麼辦呢? 有兩種做法 第一 如果工人怕打針的話 僱主可以約一家人和工人一起打針 他就會沒那麼害怕 第二 如果工人家人給予 甚至他在網上看了一些評論 說打了疫苗可能有病發症 他有些恐懼 真正的原因是僱主先了解 又或者可以找中介去幫忙了解 最後提提大家 接不接種疫苗呢? 最終都是由姐姐自己決定的 僱主和第三方都不能強迫工人去做接種這個行為 希望今天我的資訊可以幫得到你 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